连续冷了好几天 在13号终于太阳露脸了 不过玉里镇一家文具店 地面的瓷砖居然忽然隆起爆开 吓得店家一度以为是家里有人在放鞭炮 原本在写功课的儿子还吓得大哭 所幸当时店内没有顾客 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地面微微隆起 白色大理石瓷砖质地破碎 大大小小地板变得坑坑巴巴 轻敲其他还没有破碎的瓷砖 还有空心的声音 我只回想事发当时仍觉得心有遗迹 这里开始爆 因为其实要爆之前 我都有听到那个 很像塑胶带的声音这样的声音 一段一段的 然后没有没有大声 吓到寒流影响各地低温 上午终于出现太阳 不过玉里镇一家文具店 地面瓷砖竟然忽然隆起爆开 吓得店家一度以为是家里有人放鞭炮 原本在写作业的儿子吓得大哭 所幸当时店内没有顾客 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旁边没裂的瓷砖也跟着膨胀起来 店家说 这是十年前的房子 过去也发生过两次类似案件 疑似是因为连日天气寒冷 白天又出现太阳 瓷砖承受不了 热胀冷缩爆裂 还好当时没有伤到人 但是得把地板整修好 记者高雙雙预阵 下方报道 好 好 吃